而现在正是文丹佑的产季 县议会农政小组接获农民存情反映说 部分的产销遇到了困境 因此特别到产区来了解目前的产销情形 也特别关注县政府的辅导作为 随着中秋节脚步的接近 花莲文丹佑产销失衡问题 似乎也开始扶上台面 县议会农政小组二招 为文丹佑农发声 工钱的贵 有的时候工钱会大于 销出去的数字 所以农民不敢裁的 所以就只能过来市场 不让他难以为 县议员中苏政则对于 协助现阶段文丹佑的销售 以及文丹加工精油概况 提出建言 等到目前为止的时候 出产出气的行销出气的 大约有多少 是不是还非常 成绩上 大家还不满意 还是说有听到问题了 一定要拿出来讲 那我们现在不能过来协助 对于县政府在文丹佑农产产销活动 年年南征北桃来办理 实质效益又是如何 县议员林哲师则高度关切 听起来 听起来 似乎我们的文弹 非常的滞销 那这个原因出在哪里 是我们的行销的 政策 是不是有 是不是有问题 是不是可以请花莲县政府 要去参考人家 麻豆怎么推销的 县议员蔡已经针对了产销通路 建议县政府能善加利用 与各企业单位或国际姐妹室签订 MOU合作备忘录的资源 能真正落实合作互利的机制 往年其实从上一届开始 我们花莲县政府 在农业的行销推广上面 一直都有签一些MOU的部分 但是一直 这个数据 有没有办法 很精确的给我们所有的议员 让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MOU的签订 那实际上面 我们真正的有销售出去的状况是如何 解决问单又产销失衡 市场滞销的问题迫在眉睫 不仅先因为农政小组就联 地方所会主管 以及项代表们也都高度关注 总招邱光明也特别要求 县政府能尽快想办法解决 好的体质之下 就是我们要请我们 这个公部门 因为公部门 其实他是建务法的 他要跟我们白仙家做一些事情 因为农委是 他是要做减制 我们公司要做减制 就是要给我们农民 务务嘛 现议会农政小组 接获部分农民反映 万单又产销碰上困境 因此特别到产区了解 目前的产销情况 包括后续加工大国 收购计划的分配执行 辅导又农转型转座 以及开拓国内外产销通路等等 现议会农政小组 总召邱光明将带回研议 并要求现政府在大会中进行报告 接着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